阿姨好 您慢点啊 来点儿换个位子 阿姨坐这边 叔叔坐这边 刚才听到我们 二号叔叔的一些经历了没有啊 听到了 听到了 对我们二号先生的印象怎么样啊 不错 这样行 他俩正好 你看 就穿这个衣服他俩都大 咱们先来了解一下我们阿姨基本的情况 我们二号女士 李秀琴 67岁 丧偶部队职工退休 北京户籍河北人 您是河北哪儿人啊 邯郸 邯郸 那来北京多少年了阿姨 快四十年了 快四十年 您的口音都没变呢 没有 就退到这儿 退休又退到这儿 这样的 行 那有言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守南千里场上的 两位能否擦出来的火花 接下来进入更想懂你环节 一些基本的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叔叔是有一个儿子 也都成家立业了 跟他住在一个小区前后楼 支持您在找吗 叔叔 不管 不管 可以啊 怎么都行 叔叔有一点血糖高 退休金是四千多 五千多 五千多 那不少 我自己独立的一个宜居室 阿姨是有几个孩子呀 一个 男孩女孩啊 男孩 你也也不小了吧 是吧 有孙子 你也看吗 现在生三年级了 我就下午去接 这样子 您身体怎么样 身体还行 有什么小毛病没有 小毛病 就需要高点吧 大多裤子的 一百一一百二 退休金呢 四千多 那个房子现在是 房子是我的 我儿子有法 儿子人家也单住呢 是不是 那您给接怎么离得经吗 他们要上班吧 因为我住在这渔夏路 他们上班 实际上都在我这住 还得在这上学 一到礼拜五下午 一下班 他们就回自己家 那现在这个房子 是您名下的吗 是我和老头的名下 这样 这个您对我们的叔叔印象怎么样 叔叔对阿姨的印象 咱们有问题可以聊一聊 这样 我来出一道题 来看看你们俩 对未来的一些想法 如果两人在一起后 有一方突然生病了 你们会怎么选择 A 相互照料 B 各回各家 找各自的子女 C 两个人一起入住养老社区 叔叔您会怎么想 照料 相互照料 只要跟着我 对我一定 那就是不得道理 我这人责任心 还是比较强的 阿姨呢 人家照本来就都互相照顾 也是这个想法 你看两个人的观念都比较相近 您要不要再了解一下阿姨的故事 我看算了吧 你看 他没看上 你看他的坐姿就是应该反映出来了 七十多了 你差不多 你这两人就是有个照应呗 我看 بعد 咱七十多了